夏天,整个欧洲充满了一支大军,疲惫,风尘仆仆,背着背包和睡袋,阳光晒得满脸雀斑,头发都退了色,挤满了车站和渡口,他们就是各国度假的学生。 早上到埃菲尔铁塔去玩,下面睡了一大排,都裹在各种颜色的睡袋里,看上去好像发生了一场枪战,倒了一阶死人。 小伙子们都很健壮,大姑娘们都很漂亮,有些人口袋里还放着格瓦拉或者是托洛茨基的书,真是一种了不起的资源,似乎应该有人领导他们制造投石机,铠甲,手指长矛爬上房顶,否则就是一种浪费。 但这个人不是我,我已经老了,不在他们其中,混在他们中间排队买学生票进博物馆时,想到自己已经三十六岁了,有一种见不得人的感觉。 虽然欧美人不大会看东方人的年龄,我们的年龄长在脸上,不在肚子上,到时候我老婆满不在乎,到处问人吃糖不吃。 然后人家就问起我是什么人,然后就是一声惊叫。 你老公?大家一起把谴责的目光投到我脸上来,因为都觉得他只有十六七岁的样子,然后我就宣布和他立即离婚。 姓颜色的女大学生听了之后,皱皱眉头说,你都是这样,我更是老太太了。 把时光回溯到六八年春天,我和姓颜色的大学生在河边上识,当时眼前是一片无色的肃砂世界,树干都是灰秃秃的,河里留着无色的流体,天上灰蒙蒙的有很多云块,太阳在其中穿行,时明时暗,但也没有一点红,一点黄,地上的土都是一些灰色的大大小小的颗粒。 姓颜色的大学生搂着我躺在小树丛里,他身上湿漉漉的,我心里慌慌的,有时候阳光把我烤得很暖,有时候又把我吹得甚凉,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 我和姓颜色的大学生在河边上识,没想到还有将来,只想到此时此刻,当时我很想和他干,又害怕干起来自己会像是个辣人一样融化。 当时我丝毫也没有想到后来还会有很多事情,更没有想到再过六年会遇上一个海鹰,假如想得到,就不会把自己的融点估计得那么低。 经过了这种时刻,后来和海鹰干时就像是一个打了二十年仗的老兵上前线,镇顶如常。 我估计那时海鹰心里倒是慌慌的,因为她后来告诉我说,我好像在你手上死了一回,这种感觉叫我很满意。 我不满意的是,自己没有在姓颜色的大学生那里死掉,那种死掉的感觉就是幸福吧。 我和姓颜色的大学生在河岸上的时候,海鹰正在干些奇怪的事,她穿上了旧军装,背上背包,和一帮童年的女孩子在乡间的土路上长征,就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汽车和火车滚滚开过。 后来,他们跑到河北白洋店一个村子里,要和当地的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但是农民都躲着他们,不和他们住在一起,把工具都藏起来,把他们种过的地刨了重种,把他们拔过的麦子重拔一遍,最后终于把他们撵跑了。 这件事没让他们学到半点事故,在回来的路上照样嘻嘻哈哈地笑。 我和海鹰好时,她给我讲过这件事,当时她坐在那张踪绷的大床上,穿着鲜红的三角裤,一边讲一边笑。 那时候我坐在她身边,闻见她身上传来青苹果的气息。 在革命时期里,她是一个童真女,而且发誓要做一辈子的童真女,所以她要时时刻刻保持天真状态。 我和姓颜色的大学生出去玩时,有时她会忽然感到恶心,就躲开我,到没人的地方去吐。 回来的时候,身上太飞糖的气味更重了。 我说,你可能有病,应该去看看。 她说没有病。 后来我自以为聪明地说,你可能怀孕了。 她打了我一下说,混账,我和谁怀孕? 然后又诧异道,你怎么会知道这种事? 从非常小的时候,我就知道好多这类的事,但都是半懂不懂的。 后来她告诉我说,她呕吐,是因为想起了一些感到恶心的事。 在这种情况下,她宁愿马上吐出来,也不愿意把恶心存在胸肩。 原来她是想吐就能吐出来的。 除此之外,性颜色的大学生眉毛很黑,皮肤很白,她身上只有这两种颜色。 这样她就显得更纯粹,不像海鹰是棕色的,身上还有一点若隐若现的绿色。 这大概是绿菌装染的吧。 我从来不会感到恶心,只会感到沮丧。 对同一件事情,我们有全然不同的反应,这就是男人和女人的区别吧。 性颜色的大学生听了这样的解释,诧异道, 男人?你是个男人? 我说真新鲜,我不是男人,难道是女人吗? 后来我想出这话里隐含的意思,就生了气,不理她。 她又解释道,我不是说你,而是说我们大家,你也不是男的,我也不是女的,谁也不知道咱们算些什么。 我和海鹰从来没有出去玩过,只是待在她家的小黑屋里。 那间房子没有洋面的窗子,只有一个向北的小窗户,开得很高,窗框上还镶了铁条。 她说这屋子有一种她喜欢的地下工作的气味,我能在那里闻出一种霉味来,虽然不算太难闻。 除此之外,我还看见过一只巢虫像滚洞一样爬过去,那盏小灯昏黄的灯光和阴森森的墙壁混为一体,我已经知道了她说的气味是什么,但是我不喜欢。 我和姓颜色的大学生好时从来没有到过任何房子里,从来就是在野外,在光天化日之下,也许就是因为这个,我觉得和她的每件事都更值得珍惜。 我和姓颜色的大学生接吻时,她总是用一根手指抵住我的下巴,稍一接触就把我推开。 我和海英好时没有主动吻过她,但是和海英做那件事时突起如歼铁,经久不衰,而和姓颜色的大学生的情形我觉得还是不说更好一点。 我到豆腐厂工作之前,姓颜色的大学生说过让我和她一起走,因为她爱我,所以可以由她来养活我,将来我再养活她。 这实际上是让我和她私奔,但是在一般的私奔事件里,更事故的一方该是难的,在我们这里搞颠倒了。 我以为,这种想法太过于惊世骇俗,所以没有答应。 我猜她也不是太认真的,所以后来不打招呼就走掉了。 姓颜色的女大学生曾经用她那对粉雕玉琢式的风鱼胸部对着我那张多么的小丑脸,这个景象给我们俩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猜,就是因为在这一刻产生了怜惜之情,她才起了养活我的念头。 其实我根本不用她养活,但这一点无关紧要。 实际上我也没有被她养活过,这一点也无关紧要。 重要的是,这样的话已经说了出来,我和她的爱情是什么样子的,就由这一句话固定了。 我和海英经历过一模一样的事情,68年秋天,姓颜色的大学生已经走了,我回到学校里去授军训,每天在队列里正步走。 我们俩都是一本正经地走着,所不同的是,我阴沉着脸一声不吭,她却嘻嘻哈哈笑个不停。 我还被叫出队来,给大家示范正步走。 这件事叫我烦得要命,但是我不想顶撞教官。 当时不叫教官,叫做排长。 顺便说一句,我的正步走得很好,完全是因为我在体操队练过,和军训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 当然,教官乐意说,这是因为他们训练得好,也没有关系。 各种步伐队形都操练好了以后,就开始思想教育,斗思批修,义苦思甜等等。 无论大会小会,我都是一言不发。 假如教官点到我,我就说,下回再发言吧。 而海英总是要一本正经地写一个发言稿来念的。 后来海英问我,为什么从来不在会上发言? 我想了想答道,不想发。 事实上,不管在任何场合,只要在座有三个人以上,我就尽量不说话。 要是只有两个人,我就什么都敢说。 这是我一生不可更改的习惯。 把时光推回到我守在自己那座楼里时,我不知道这座楼很快就不属于我,还在妄想把它守到千年万代。 姓颜色的大学生看我时戴上了怜惜的表情。 他告诉我说,这座楼我们最后还是要交出去的,但是我不相信,而且我还认为女人就是头发长见识短。 当时我只有十五岁多一点,还不大知道什么是女人。 但是有了很多偏见。 深秋时节,我在楼顶上走动时,看到沉雾日深。 过去每年这个时节,校园里都有好多烟。 这是因为,工人会把杨树叶扫到一处,放火烧掉。 杨树叶子着火时,味道别提有多么苦了。 那一年没有扫树叶,他们就被风收到角落里堆积起来, 沾上了露水之后,开始腐烂,发出一种清新的味道,非常好闻。 假如这个校园里总是在打仗的话,楼与楼之间很快就会长满一人参的荒草, 校园里的人也会越来越少。 当时校园里的人已经很少,都吓跑了。 野猫却会越来越多,最后总会有一天,狼也会跑到这里来追逐野兔子。 在我看来,这比挤满了人,贴满了大字报要好。 姓颜色的大学生知道了这些就说,王二,你真疯。 因为最后还是失掉了我巨手的楼房,六八年我回到学校军训时, 感觉自己经受了挫折,像一个俘虏兵。 所以当教官喊道,抬头兵,出炼,我就乖乖走出来。 姓颜色的大学生感到自己受了挫折时,就不停地呕吐,好像怀了孕。 而海英从来没有受过什么挫折。 再把时光推回到六八年春天,我和姓颜色的大学生待在河岸上时, 那时候,有些从云溪里透下来的光斑在田野上移动。 我对她说,我们打了败仗,要是在古代,大伙就要一起去做奴隶。 像你这样漂亮的姑娘,会被铁锁拴住,拴在大巷上,走在队伍的前面。 她说是吗,漂亮的脸上毫无表情,后来又说,别说这些了。 这时候荒芜的河岸上一片灰蒙蒙,小树的枝头正努力发出绿芽来。 埃略特说过,四月是残酷的季节,她说得对。 我和我老婆到意大利去玩时,坐在火车上穿过亚平宁半岛, 看到那些崎岖不平的山地上种着橄榄树。 那些树都老得不得了,树皮像烧焦的废塑料。 我乐意相信,这些树是从古罗马活到了现在。 虽然那些树边上就是年轻的柑橘树, 还有现代化的喷罐设备,再给柑橘树上水。 后来我们又到庞贝古城去参观, 看到城里的墙上古人留下的自己, 选勇士张三当保民官, 李四是胆小鬼,别选他,等等, 就觉得收到公元前的信息。 那个时候每个人都是战士, 每座房子都是公室, 不管什么官都是军事首领, 这片废墟永远是吵吵闹闹闹的, 只可惜在那些废墟里面什么味道也闻不到。 据我所知, 世界上各种东西里就属气味最暂时了, 既不可能留下废墟,也不会留下化石。 假如旁贝古城里出现了公元前的气味, 那些雕像在和火山灰里浇筑出的古人的模型, 就会一起借石还魂, 跳起来争吵, 甚至大打出手。 我想象, 他们的气味应当是一种火辣辣的速杀之气, 就像火烧场的气味, 或者是生石灰的味道。 一个不安定的时代就该充满这种味道, 而不该像我后来公职的豆腐场一样, 像一个大粪场。 走在废墟上, 总是能感到一种浪漫气氛。 小时候我也浪漫过, 在那座楼里巨首时, 我在楼顶上建了一个工作间, 那里有前工的工作台, 杀轮机, 台钻等等搬得进来的东西, 当然都是从校工厂里偷出来的。 我觉得凭这些工具, 还能造出更精良的器械。 外面的人永远攻不进来, 我们可以永远在校园里泄斗, 都打着毛主席的红卫兵的旗号, 就像中古的骑士们一样, 虽然效忠于同一个国王, 却可以互相厮杀。 这样光荣属于国王, 有趣属于我们。 除此之外, 我还希望全世界的武斗队伍 都来攻打我们, 试试我们的防守能力。 这样的想法太天真, 这说明我看了太多不该看的书。 姓颜色的大学生比我大得多, 知道我很天真。 他说, 我们的生活不是这么安排的, 就怀着一种悲天悯人的心情爱上了我。 等到校园里动了枪, 公宣队解放军冲了进来, 把武斗队伍统统解散, 我就永远失去了这份天真。 我天真的时候想过, 我们应该享受一个光荣的时代, 就像在波斯尘土飞扬的街道和罗马街头 被阳光灼热的石板上发生过的那样。 姓颜色的大学生应该穿上白色的青纱, 被镀金的锁链反锁双手, 走在凯旋的队伍前面, 而我则手捧金盘跟在后面, 盘里藏着胜利者的战利品。 在这片刻的光荣之后, 他就被拉到神庙里惨遭杀戮, 作为现实的忌骗, 而我被钉在十字架上, 盗死方休。 如果是这样, 对刚刚发生的战争就有了交代, 而一场战争既然打了起来, 就该有一个交代。 但是事实不是这样的, 事实上, 交战的双方都该被送到乡下交小学, 或者送去做豆腐。 没有人向我们交代刚才为什么要打仗, 现在为什么又要做豆腐, 更没有人来评判一下刚才谁打赢了。 我做的投尸机, 后来就消失在废料堆里, 不再有人提起。 我们根本就不是战士, 而是小孩子手里的泥人, 忽而被摆到桌面上排列成阵, 形成一个战争场面, 忽而又被小手一挥, 缺胳膊扫腿, 颠回玩具箱里。 但是我们成为别人手里的泥人, 却不是自己的责任。 我还没有出事, 就已经成了泥人, 这种事实使我深受伤害。 假如事实未使我受到伤害, 我会心甘情愿地死在酷热的阳光下, 忍受被钉的剧痛。 性颜色的大学生被反绑着双手, 也会心甘情愿地 把血管喂到祭司手里的尖刀, 然后四肢涣散, 头颈松弛地被人脱开, 和别的宰好的女人放在一起。 彼之争取胜利, 忍受失败更加永恒, 而真正的失败又是多么地让人浑梦济之啊。 时隔十几年, 我才想明白我和性颜色的大学生 在河边上诗说了些什么。 我说, 给我一场战斗, 再给我一次失败, 然后我就咽下失败的苦果。 而他早已明白, 没有战斗, 没有失败。 假如富财开到你头上, 苦果就是不吃也得吃, 而他只是呕吐, 什么也不和我说。 现在我想到性颜色的大学生 再见到我时的情形, 他说, 你长大了也就是这样啊, 这应该是一声惨呼吧。 我还该是什么样呢? 在空旷无人的河边上, 我那张小丑脸, 直接对着他漂亮胸部时, 那个景象不同凡响。 我对他寄予了很大希望, 他又对我寄予了很大希望。 到后来, 我看到他形容憔悴, 闻到他身上的姜葱气, 感到失望。 他看到我意气消沉, 神色慕然又何尝不失望。 这说明, 他后来也像我爱他那样爱我吧。 没有人因为他长得漂亮, 就杀他寄神, 也没有人因为我技巧很多, 就把我钉死。 这不是因为我们不配, 而是因为没有人拿我们当真, 而自己拿自己当真又不可能。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